雨萱 现在在俄乌战场上面 也有个新的变化 这个新的变化就是他们已经确认 真的 他们乌克兰正史 已经收到北约首批的F-16 我们这样看到那个空中的F-16 不是假的 是真的 而且F-16进到了乌克兰战区里面以后 你就发现 泽伦斯基的态度又转变了 他变强硬了 而且他居然直接跟中国叫板 他跟中国讲 你不要想当我们的调听者 如果你想做事的话 打通电话给俄罗斯 跟俄罗斯许加压力 把人家现在泽伦斯基打败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战力的最后一款拼图 终于给他拼起来了 现在我们是一直跟各位介绍 包括新加坡也曾经揭露过说 事实上F-35已经在我们讲的乌俄战争里面 透过观察者甚至观测雷达的角色 默默的进入了战局 结果高低配高低配 现在等到的这个D终于来的是什么 就是F-16 各位荷兰来的 抵达了我们讲交付给乌克兰做使用 那原本大家还很担心说 因为他讲说七月底之前要交付 结果刚好压线 大概就在七月三十一号 也就是昨天的时候交付完毕 那你说交付之后呢 他会干嘛 还会持续喔 因为我们讲这只是第一批而已 包括丹麦后续配合他们所训练到的 这种F-16飞行员 陆陆续续一人一击 那他马上会拍上用场嘛 所以你想想看 为什么突然泽伦斯基讲话 越来越大声你知道吗 他直接跟中共中国呛声 他说什么 他说我不希望你中国来担任调节者 你可能知道他下一句话是什么吗 他说你直接叫俄罗斯停止战争 好 现在连俄罗斯的外长 也都该着承认了 他说现在 乌克兰的无人机是越来越多了 现在乌克兰飞在这个战场上面 每天都有四千架 当然因为对于俄罗斯的视频来讲 而且刚刚刚都看过画面 现在这些自杀适应的无人机 真的已经发挥功能了 对 因为对我们讲俄罗斯的视频来讲 每天抬头都不敢 千万别抬头你知道什么吗 抬头就有可能看到地狱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 世界下这种自杀式无人机 整个遍布在俄罗斯的本土 因为你讲白了 他们跟我们讲地形很空旷 所以换言之 所有的整个部队跟单位 跟他们的装甲兵 通通都是在这些 自杀无人机的所及范围之内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 乌克兰最近公布了 他们第59摩托这种 步兵旅所拍摄的画面 很惨 这都不人机 对你看喔 前面原本他们是一台 我们讲装甲旅俄罗斯的这种装甲车 突击队呢 真的要往前 结果你看喔 第一台被炸了之后 你知道第二台傻傻的 你知道干嘛吗 因为他开始比他前面 想说我后面的车子怎么被炸了 还转过头去 想说我要去看一下 他就把警察罢了什么 又被炸了 他也被炸了 就是两个人都都被炸 所以千万别胎同 如果有人被炸 就得赶快跑嘛 而且更惨的状况你知道什么吗 就连俄罗斯兵 然后说我想要出家门都不行 多惨你知道吗 你看好仔细看 这个是俄罗斯兵 他们在他们里面的 原本一个舱门里面躲着 然后默默的把这个门打开 说应该没事吧 没有轟炸了吧 砰你看 为什么画面突然不见了 你再看一次画面就看懂了 然后你看好 旁边在操控的无人机的 这种乌克兰士兵 哈哈大笑举出圣命 因为他就是在整他嘛 等于就是说我知道你能躲在这边 那我也不动声色 我就把自杀式文机停着喔 他不是开着喔 停在你的舱门口 我就等你开门 还可以这样子 一般来讲 我们看到无人机是我直接撞上去 我直接炸你 就现在不是 我无人机居然可以在这个 这个一定是一个地下碉堡的出口 我就守在这个地下碉堡的出口 等你出来我就把你炸掉 对 而且他很聪明 他知道说我如果开舱门 对不对 我一定是面对着这个舱门这样打开 所以他停在这个视线直角后面 而且他这个完全非常戏内 为什么我停下去之后 他一定听到 有无人机来的声音 对不对 所以他才说有敌军吗 然后探头去看 他就等你探头看了之后 我再包包引爆下去 直接把他给炸毁 对 更惨的就是说我们讲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应 为什么 他们就连那种战车 原本俄军有这种BM2这种登陆部队 他们想说我来绕 我来绕路 不要被你乌克兰发现 我要去攻击你的阵地 就绕着绕着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踩到地雷 所以变成是天上也有危险 地上也有危险 整个我们讲俄军都已经 身陷在这种乌克兰的 这种无人机地里面 所以他们当然不堪其劳 而且你知道更惨是什么吗 更惨的是 以前我们讲俄罗斯 他后勤补给 通常是种装甲师 就是说我后勤补给 我还是要进行武装装甲 或可能开到距离 我营区大概一公里左右的位置 我才会把这个装甲给卸下来 他们现在把 你知道到多长距离 就要把这个装甲 我们讲给卸下来 大概8到10公里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如果不这么远距离 然后把我的运输补给分散 我都会被这些乌克兰的无人机 随时都有可能袭击 所以你就知道现在节节败退的原因 当然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最近讲说F16进到了乌克兰战场的时候 我们觉得你够厉害对不对 F16如果进去的话 那制空拳不就已经被乌克兰跟北约掌握了吧 就没有想到 新加坡的广部长讲 原来F35早就进去了 原来整个战场的管理 整个战场的管控 都已经由F35来负责了 而且目前为止来说 联军可以说是完全不演了 不演了 他把过去呢 我们都说乌克兰的空军 还有乌克兰的武力 怎么那么厉害呢 几乎把俄罗斯的空军完全端掉 现在直接告诉你两件事 第一个 华尔街日报就跟你讲 美国将为乌克兰的 目前有的F16战机 配备美国现在最先进的武器 我就直接给你了 所以我不是说我F16给你 我还帮你配备我的飞行员 我不但是F16给你 我的飞行员给你 刚刚讲你的飞带也是最好的 我是最先进的 我都给你了 所以美国不演了 另外一个盟军 还有这个新加坡的国防部长说什么 他说我们在 他说目前为止F35人 已经在周边 为这个盟军提供什么 提供如果你有飞弹 从这个俄罗斯的飞弹 从乌克兰的地面上发射出去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这些讯息 而且马上就分享给所谓北约盟军 那你可以解释 为什么我们很多这个俄罗斯的 他们在这边的地面 地面的武器 地面的这个发射系统 为什么会被端掉 原来就是F35在这个地方 你告诉他了嘛 那还可以解释什么 为什么你看最近一段时间 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动辄可以飞到莫斯科去炸你 然后可以飞到这个别尔哥罗德 各地方去炸你 然后飞到这个俄罗斯南部的这个烈油草去炸 甚至这几天还创了一个记录 保险他说 这个乌克兰飞了1800公里 到了北极圈的奥莱尼亚机场 他给你轰掉 图三图二三的这个轰炸机 把图二三都给炸掉了 那你这怎么解释 原来就是这样 啊就是这样嘛 第一个 F16老早就在这里面作战 第二个是什么 F35提供你相关的资讯嘛 所以也就是说 目前为止来说话 随着F16进来 然后F35在这边当成 当成这个所谓的相关的作战的指挥平台来说 你俄罗斯当然完全就不是对手的一个局面了 而且之前我们都讲的 F35是一个隐形战机 它这隐形战机已经非常厉害了 隐形战机来物引去物中 它可以作为一个开门者 它闯进敌方的领域里面 你完全不知道 然后呢我可以透过这个坐标 通知我后面的这个战机 将你的眼睛耳朵给打瞎 就现在如果你在恶物战场上面来的话 它扮演的角色更加可怕 第一个 我是一个最好的空中作战平台 第二个就是 我居然有预警机的功能 刚刚讲 你不管是你的这个苏凯34 苏凯35 或者是你的图22 你只要有任何的起飞 甚至你的导弹 任何的起飞 你起飞的位置 你的坐标 我可以马上掌握 马上掌握以后 我可以马上进入 进入以后 我就分享给我所有的盟友 没错 所以 它变成一个最好的战场管理的飞机 没错 宝杰提到说 F35是个最好的 做战场管理的飞机 我们从这个事件 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反正这几天的时候 宝杰你知道吗 这个27号的时候 乌克兰当天 他们说他们出动 约莫数架的无人机 然后从乌克兰边境 飞到 你看这么远的距离 飞到俄罗斯北极圈里面的 这个基地 它一共飞了1800公里 好 他们飞了这个千里之后 把这个在机场面 涂22的战略轰炸机 把它炸毁的一个状况 保险 你想 怎么有可能 飞这么远 飞了1800公里 难道你都不会遇到什么飞机 然后什么拦截你吗 对 可以解释性 然后乌克兰还说什么 不是 而且 透过1800公里之外 对 你还可以遥扣 还可以精准打击 那好 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呢 乌克兰说什么 我们是发展出所谓 可以媲美战斧飞弹 相媲美的远程 神风特攻队打到那个地方 保险你相信吗 不相信 当然不相信 没有你相信 所以现在证实什么 如果F35在这个地方的话 很简单 F35就直接给你目标 你可能在什么地方 有一些相关的防空设备 你都完全避开 所以它为什么可以 我可以做空中导印 为什么可以 千里奔袭到那个地方 然后我炸掉你的时候 你完全不知道 因为就已经有人 给你指点名录 你要怎么飞过去 所以这显见 F35绝对有在这个地方 帮助乌克兰的无人机 在进行一个攻击的状态 因为它进来这个地方 它其实已经配备在 约莫在波兰 还有罗马尼亚这个地方 也就都在乌克兰的边界里面 虽然我没有进到乌克兰 可是我就算在边界 我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没错 它们在开打的时候 它们有388连队 还有空军预备役的第419的连队 它们两个都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它们就是有编制F35A 然后大部分都是部署在 这个德国基地 然后必要的时候 它可以飞到波兰 飞到这个罗马尼亚这个地方 也就是靠近乌克兰的境内 然后它就说 我们从来没有 飞越过任何的边界 就没有飞越过到乌克兰的领土里面 然后它说 它们也没有进行过 所谓发射轰炸空 都没有 它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进行什么 收集情报 那怎么收集情报 它说我们只要飞到这附近来说的话 在乌克兰境内 或是在靠近乌克兰的俄罗斯境内 你只要有飞弹发射出去 我们第一个时间 就可以侦测到这个点 譬如说这个点发射出飞 这些点发出飞弹 我们的F35就可以侦测 先把这些标地完全都标住了 标住之后确定 如果这个地方是不会移动的 我以后就再去攻击你 如果你是会移动的 我就再看看你的 下一个位置在哪里 我可以真正 因为你已经发射出你的目标 我已经知道你这个目标是什么东西 你现在是再一样的时候 我就知道是你在这个位置 我就把你打掉 所以这就可以为什么了解说 为什么乌克兰俄罗斯的SAM-300 SAM-400 一个一个被端掉 因为他就讲 原来非常清楚是F35 已经可以非常清楚 你只要SAM-300 SAM-400有任何的异动 你有任何的动作 我马上可以侦测到 所以你SAM-300跟SAM-400的阵地 我完全辽弱之杖 但有一个是说我要不懂 是说 他说F35的标准配备 是ANAPG的81 对 他说这个雷达 有1676个深化甲的发射接收模组 对 他说这个主控相对雷达 一直是美国的最高机密 没错 这个到底多厉害 宝贤 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 你只要发射出一次 我就侦测到你 好 那这个就是他们有所谓配备的 这个ANAPG的 这个81的雷达 这款雷达里面最特别的是什么 他就是说有1676个深化加的 这个发射模组 什么叫深化加发射模组 保住我们的手机里面 也需要深化加的发射模组 就是我把讯号放大出去之后 知道它这样之后 然后反射回来 我可以知道这些相关的讯息 我深化加的模组越多的时候 我的发射能力跟接收能力越强 我侦测到的能力越强 那1600多个很多吗 非常强的一个 而且这个技术我就讲 美国是绝对不会外露给任何国家 任何国家完全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 所以这就是美国的最高机密 它配备在这上面 所以为什么F-35的雷达那么的强 没有人能够比得上 难怪说深化加全对不得给中国 对那些是国防机密的一个状况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难怪我们可以解释 为什么目前会指的说 你看俄罗斯什么苏34啦 苏35啦 然后图伊伊尔的22的电战机 还有之前 这个乌克兰不是用一个爱国者飞弹 击落的A50的这个预警机 再想说你怎么那么厉害 你可以击落A50 爱国者飞弹击落 到底什么意思呢 简单了嘛 那就是因为 这个F-35已经标定目标给你看了嘛 那好 也难怪说前阵刚刚讲的 14天的时间里面 俄罗斯摔了15架的飞机 现在机密解读是 这15架的飞机 刚刚讲的包括苏34苏35 包括它的A50的预警机 都已经被F-35锁定了 好 那我们就讲 实际上F-35除了我们刚才讲到 它的雷达非常厉害 标准雷达非常厉害 还有一个非常厉害是 它整体的这个电战系统 保险它整个电战系统 它是一台飞机 全部都是电战系统 它这是什么东西呢 它这是英国备仪系统开发的 ASQ-239的这个电战系统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这上面全部都是它的感知器 它感知器是全部 它可以 它全身 就这个 全部都感知器 全部都可以 它全部都可以接收雷达的任何的坡 也就是说它飞出去的时候 因为它可以飞的距离非常远 F-35A可以飞1080公里 然后F-35B是869 然后F-35C是1138 它飞到 譬如说它飞到我要这个侦测的 这个范围之内 你发射不到我 但是呢 你不知道我在哪里 但是你会 可能在 你们在互相攻击嘛 互相攻击的时候 你会有发射出一些雷达讯号 雷达讯号 它不会主动发出雷达讯号 它就是飞到那个地方去 接收所有的雷达讯号 所以 为什么你没有发现它 因为它不会发射任何的讯号 对 我是被动的 但是它可以接收到非常多讯号之后 然后你看 这个它很神秘 它里面还加入一个叫做 凝视系统 什么凝视系统 它在这个飞机里面 加入一个什么东西 保险你知道吗 很有意思 我举个例子 你的飞机员在飞 因为它飞机员来说 是一个透明的飞行商 对 你会突然震动一下 然后它就跟你说 这是什么东西 来了 所以你飞机员是 它会提醒你 对你是被动知道 原来这个 有东西来了 对 好那这个东西 要不要重不重要呢 重要的话我就把它发射出去 譬如说我给 给同样的战场上面的人 所以它是这样子 它不是一直在看 那些什么很多东西 没有 它就是它感觉到了之后 然后它就有一个凝视系统 就会跟你讲 现在有事 你看这个讯息 然后它就知道 原来是这样 好它就可以开始 做任何它想要做的这个动作 而且更可怕的是 刚刚讲的F35 它的整个巡视范围 是360度无视觉 而且它现在还做一个东西 它现在还弄一个新的版本 这个版本叫做 这个联网的这个狙击 狙击的这个吊舱 它这个新版是怎样 它就是在吊挂在下面之后 因为其实联网功能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我要有能够跟 互相连接 虽然我这个店 有这个联网夹舱之后 保险 它这个可以跟目前为止 所有美军的系统 完全连接在一起 甚至可以跟F16连接在一起 也就是说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飞到这个敌军的这个境内 这个所谓的凝视系统通知我 有这个讯息 好 我这个讯息 我再用这个电站夹舱来把它发射出去 我可以跟F16互相分享 可以跟地面武器分享之后 然后由你来攻击它们这个这些 所以它为什么会变成是一个最强大的 这个所谓的电站机 其实是因为它有非常强大的电站系统 人类有天灾 当然也有人祸 人祸最重要的现在是战争 在乌战场上 最近在传出F16要进到了乌战场里面 指纹楼梯脚不见人下来 你现在看到真的人下来 你现在看到画面 这是在乌克兰的上空 被拍到这个军机 这个军机是什么 F16 对 其实一直以来都已经喘了很久了 很多的这个他们的驾驶员去受训 但是呢什么时候 F16才终于要进到 俄乌战争的战场上面 画面出来了 这个画面来讲的话 虽然它拍的比较远 不是那么的仔细 但是你看它的飞机的外形来看 应该就是F16 没错 F16进来进去了 就代表说这个战争上面 可能会迎来转类点了 因为过去来讲的话 乌克兰一直没办法有空中的优势 这F16下来之后呢 俄罗斯的舒适战机有办法抵挡吗 恐怕是抵挡不了 所以呢F16来了 对战争一定会有影响 好那现在战争战场上的肖长 不是只有空军 海军也是一样 这俄罗斯是一个 不是没有海权的国家 俄罗斯以前最想要就是海权 虽然它每次怎么 缺什么补什么 所以海军日都要大量的进行阅兵 可是它今年的海军日 非常的嬉皮 对 过去来讲的话 每一年普丁 他在海军日的阅兵里面来讲 他几乎每个重要的港口 尤其是黑海舰队 这个地方一定要有这些 所有的军事官 然后呢很多很多 很强盛的东西 当然大家来看一看 这也是以前 对 这是以前 我要展现我的军物 没错 军容壮盛 可是今年你看哦 他的牌面打开来看 真的是有点疲异啊 竟然只有20艘的水面舰 四艘的帆船 帆船都拿出来用了 然后就还有一艘的潜艇 这个跟过去来讲的话 过去有45艘各式规模的舰艇 还有核动力的潜艇 还有3000名军事人员 参加阅兵式 过去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么现在来讲的话 黑海舰队这个地方也没办法做了 因为黑海舰队 已经没有黑海舰队了 有黑海但没有舰队 舰队已经跑去哪里了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他们的一个副议长 他讲的一个大白话告诉大家说 我以为黑海舰队会不断开火 但事实是黑海根本不存在能够作战的俄罗斯舰队 他说我们现在 他说黑海舰队已经不能作战了 对因为黑海没有舰队啦 他说俄罗斯联邦的黑海舰队现在在哪里 已经disappear已经消失了 因为他的舰艇都躲在哪里 躲在新罗西斯克了 因为我放在黑海我就会被打掉 这个是过去黑海舰队你看哦 现在你要拿什么出来 莫斯科号 不是坏的损修的 不然就是已经直接被炸成的 所以没有黑海舰队了 现在来讲的话 只剩下几艘 藏在哪里 藏在新罗西斯克 为什么呢 我不赶快躲到这个地方去的话 我留在黑海 我随时要被他们的无人艇打击啊 而且刚刚讲的 乌克兰的海军发言人就在讲 整个黑海 已经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提供安全地点 给黑海舰队了 代表黑海舰队你继续留在黑海 黑海舰队你继续留在黑海 你随时会被我攻击 对所以他们这些舰队已经都已经离开黑海 那我们就知道说俄罗斯来讲 为什么会头这么痛 因为面对乌克兰来说的话 他们用一个不对称的一个作战啊 这个Megara V5的海军无人机啊 经过改装 它竟然可以带什么 短程 R73的地退空的飞弹 然后呢还有海上的无人舰艇 这些海岸无人舰艇可以直接打击到俄罗斯的一个护卫舰 甚至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海洋宝贝的无人艇 现在又加装了 以前只能够在800公斤 800公斤就可以直接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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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在黑暗中直接打击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直接把他们的舰队给 这些舰队给打穿 现在来讲已经 战断量已经从800变1000了 而且它的续航力更强 所以面对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俄罗斯真的是很难躲 而且无人舰现在他们传出消息 他们无人机真的已经用到了出神入化 刚才讲他们现在有个神风特攻队 而且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操作员 很多非常优秀 根本就是医学院的学生 而且现在无人机已经飞过1000公里了 对 其实整个俄罗斯战争来讲的话 对他们来说最大最大的改变 就是无人机使用到出神入化 什么叫做FPV 就是第一视角的无人机 他们的无人机你看多么的精准 他们后面有一个团队 这些团队对他们来讲 就是打电动一样 他们戴上这些眼镜 这些眼镜是什么 沉浸式的眼镜 直接第一视角我就去飞 我去飞的过程当中呢 第一个他可以用AI去找群 然后呢找到人之后呢 这些后面的这些骑士 直接介入 他们可以精准的从 比如说你坦克里面只有一个气孔 他可以直接打进去 或是窗户里面有个孔 他直接打进去 他们说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 就像是在打电动一样 他们都不觉得累啊 每天来上班非常的兴奋 然后呢累了就喝什么 喝这种类似红牛的提升饮料 他们可以精准的从窗户里面 就进去把它给炸了 甚至有人告诉大家说 哎呦我们今天打击的到点了 但是呢我们还有时间的话 我们留下来继续来打击 他们说这个就像徐航一样 他操控的精准在千里之外 刚刚讲一个建筑物里面的一个窗户 我进去了以后 我还可以在这个狭窄的空间 自由的飞翔 对因为他们已经弄到出神入化了 他们知道说这个无人机 因为它很轻 所以呢还有一个特定的 一个飞航的一个模式 所以他知道什么时候要下降 什么时候要让它滑行 最后呢他们竟然可以是直接 砸到了坦克车里面 砸到了这个建筑物 军事碉堡里面的一个气孔 进去之后就把它给炸了 这就对他们来讲 就像是打电动一样 而且这就是高材生啊 他们说以前就在上课 现在来讲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保佳卫国 好宇雪 另外 现在俄罗斯最近本来讲 我要争取一些有力的空间 争取一些有力的谈判筹码 所以我发动了一个重要的攻击 却我没有想到被全奸了 现在根本像是现代军队 遇到这种古代骑马拿弓的 很惨 为什么 因为当俄罗斯原本想说 我们要大规模的 从盾列斯克这个地方呢 开始大举进攻 所以他们派了什么 就给你看到这个坦克啊 然后包括我们的突击旅啊 等等的装甲车啊 摩托车啊 这个叫什么 跟分裂式一样嘛 等于说我升四号大大 会不会兴趣 结果你看到发生什么状况 不好意思 完全被无人机 甚至是乌克兰的炮瓶屠杀殆尽 理由很简单嘛 有点就傻傻的在这个空旷的平原里面 跟大家敲锣打鼓说 我要来咯 我今天给老家咯 结果你知道吗 乌克兰做什么事情 他的无人机一观测到之后 马上联系炮瓶点 相对应的位置 包括他的坐标 精准的开始进行密集的炮击 已经轟炸 所以他变成是什么 等于是摊在阳光底下的活肉法 跑都没地方跑嘛 所以因为第一个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炮击的 锁定位置在哪里 再第二个他也打击不到这些无人机 所以你知道吗 陆陆续他自己轟炸 刚刚那个坦克非常可怕是 他前面是有防护罩的 你知道吗 他前面是有防护罩 上面是有防护罩 可是我的无人机就可以从一个 你的防护罩遮掩不到的地方打进去 对 分成两个 第一个叫什么 我知道你有防护罩 我知道你是装甲师 所以我用的是什么 刚好我的炮瓶都是用反坦克飞弹 所以就算你板金再硬 板装甲再厚 我都把穿透 再第二个 你总躲不过无人机 我们刚才介绍说这些无人机出神的话 你只要有任何一个凤信无康堂嫩 我就直接给你钻进去 让你整台都报废了嘛 所以各位你知道吗 原本他们浩浩荡荡的 从这个盾那一只客 要去打一个叫库拉霍夫的地方 结果没想到行星到尾办 干嘛 落荒而逃 因为人的溃不成军嘛 等于就是我还没有走到那边 我才是在半途的时候 总共损失多少 不好意思喔 12台坦克就地报废 甚至12个我们讲摩托车 也就地报废 然后死伤惨重高达几个人 40个人 所以你知道他们后来去看 那个画面多惨吗 现场那个坦克的尸体 跟这我们讲的士兵 是我们讲的不信邻奈的遗体 全部都躺在那边 尸痕遍野 被打得乱七八糟 那请问一下乌克兰 有没有伊丽丝战损 没有 唯一一损失的就无人机 无人机就你刚才看到了 坐在家里面 把你打得乱七八糟 他也笑呵呵的喝饮料 所以你知道吗 现在包括就连 我们刚才讲到的 黑海舰队的这种舰艇 一样他们做国仅存 只限一些小艇 结果乌克兰也不放过他 一样用在 这个是各位仔细看喔 这是在夜间的画面 等于说他们只是在两台孤零零的 好可怜 结果无人机又开始投弹了 抓到你了又开始一枚 两枚 然后有一个比较厉害 倒退录闪过 结果另外一个干嘛 没有办法逃过一截 因为至少你一台是技术好 另外一台就直接被这个炮弹砸中嘛 所以不只是这样 甚至连我们讲克里米亚 仅存的军港 所以这个在跑上面还有人 对还有就是人操控 这不是无人啦 是无人机对上友人小体 而就连在克里米亚的军港你看 也是一样被无人机轰炸的乱七八糟 而就连我们讲在空中会飞的 你知道什么吗 连他们现在的直升机 也一样遭到无人机的锁定 无人机的袭击 所以对俄罗斯来讲 所到之处黑海舰队 各位已经全面瓦解了 而在陆山部队也行不通 想要进攻也不行 而仅存的我们讲的 燃料的那种燃油舱 也一样被轰炸 而保特哥你知道最惨是什么吗 连他们在南非的瓦格纳集团 都被乌克兰军警就知道全方面溃败 之后俄乌战场上大战即将开始了 刚才讲现在俄罗斯已经募集了50万部队 50万部队之后他要进行一场 夏季大决战 面临这个夏季大决战 美国才通过一个610亿的 这个所谓的援武法案 当援武法案进去了以后 F-16进去了 ATS EMS都进去了 无人机进去了 双方都在准备 双方都要面对一场大战的来临 对 没错 在今年夏天的时候 恐怕是恶物战场 最后的决战可能会在这时候展开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大家都受不了了 对 因为什么 普丁你看他在这几天的时候 举行胜利日游行 他第五任的总统就任 然后今天5月9号的胜利日游行 他还呛加什么 我们在军演中 我们会训练部署战术核武 战术核武都拿出来了 所以他显然势在必得 因为他已经募集了50万部队 准备在今年夏天进行一个决战 那美国当然也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当然知道你准备什么嘛 所以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 外交你看美国开始准备非常多 第一个美国赶快批准了611的 这个原污法案 原污法案也611进去了 宝姐这里面现在很多大杀戏都来了 这个哲伦司机一直盼望的F-16终于来了 F-16到了 对 终于在俄罗斯 在乌克兰的基保里面 看到他们F-16的这个身影 另外一个ATACMS 就是之前的这个陆军战术这个武器 普丁曾经说你敢让他来的话 你就是要让俄乌战场 这个战略升级 就变下他来了 而且他还确实 歼灭了俄罗斯的一个兵团的这个兵力 一个兵团没了 对 然后无人机也来了 然后155榴弹炮都来了 所以现在很多大杀戏 全部都来到乌克兰的这个战场 而且宝姐更精彩是什么 外交之战 现在我都知道 美国跟这个中国在开始在做外交的这个进盒 你看之前布林肯不是到中国去 他警告你什么 你在乌战场上面 你给我小心一点 你不可以再援助俄罗斯了 现在刚刚讲的 里面的晶片 里面重要的机床 里面重要的 不刚刚讲的 需要做炸弹的化学药品 纤维 都是你中国提供的 甚至布林肯来说 我会把你逐出美元体系 虽然他显然也在做这个决战 做准备嘛 另外一方面你看 这个时候习近平到哪里去 他到欧洲 他到法国 法国这时候 我们知道 法国今天再一个消息 他们的傭兵已经进入到乌克兰了嘛 法国傭兵都进去了 所以马克宏现在是最挺乌克兰的这一边 所以他来这边探探你的这个虚实 所以看 在大战前夕的时候 中美在这边互相的交 这个外交场合 在那边互相的斡旋 另外一个 普丁在准备这个大杀器 准备要对付你 另外一个 乌克兰所有的精装武器都来了 大家都准备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 把这个俄乌战场做一个决定 所以我们在进入夏天 要过一个温暖的夏天的时候 你说 现在其实全世界充满了一个大战将临的气氛 大家都保留过这个窗口 万一年底的时候是川普当选的时候 法国欧洲怎么办 所以他们希望说在这个夏天里面 至少要打住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最后的攻击 甚至要反败为胜 所以说 今年的夏天 会有一场中渠之战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刚刚讲到的 乌克兰 千呼万唤 拜托我一定要拥有的F-16 之前一直不给 但现在这个F-16已经进到了乌克兰的机袍里面了 对没错 事实上在前一阵子我们都知道说 俄罗斯逐断的这个逼近这个乌克兰这个战场 虽然因为你快要输了 所以 目前为止来说话 你看美国的610亿就来了 610亿里面包括说 像E-5的榴弹炮 还有包括说非常多的这个尖射武器 海马士 然后多关火箭炮还有战车等等都来了 不过 泽路斯基最盼望的就是这个东西 就这一台 这一台是什么 这一台是他们的空军司令长这个拍的一个影片 这影片来说的话 他们出现在什么 他们一个空军大选20年的祝贺影片中 他就说 我们这里面来说有一台这个 然后这里面来说 有一个这个是什么 F-16的这个飞机 大家看这个外形就知道是F-16这个飞机 非常显眼 然后里面他还有 机尾 对 机尾是展示什么 乌克兰相关的徽章 所以告诉你说 这是已经抵达到乌克兰前线的F-16 那F-16你也不难解释了 为什么最近好像 这个所谓苏系列的飞机 遭到所谓狙击 是不是这个F-16已经真的派上用场了 好 我们看到 现在普丁 他感觉上 我现在一个是 我星期一刚刚上任 新的任期即将开始 所以刚刚讲 现在要举行一个胜利日游行 胜利日游行里面外面有个标语 标语上写着 我们胜券在握 对 我们就讲嘛 乌克兰准备好对不对 那当然俄罗斯这边也是穿BENBEN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第五任总统上任 所以第五任总统上任 如果能够伴随着 我在夏天作战胜利的话 那是不是 我整个民调会往上升 那你看他事实上在进行这个 这个5月9号还有阅兵大典的时候 你看他们做什么 我们的这个胜券在握 他们在这个场外里面写这么多 而且他们这次还做了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展示 他们展示什么 展示我们在乌克兰战场 缴获了所有西方的这个武器 包括说M1A1的这个战车 那甚至还有非常多 这个什么叫爆氏坦克一大堆 展示这个要做什么 当然准备在大战前夕 为俄罗斯的民众 打一记强心针 好 但是战况可能没有办法 像普丁想的那么的乖 也就是现在胜利日 大战即将开始 他们现在已经派了一些尖兵 派了一些赤猴 想要进行一些试探 就没有想到 打帮我们看到 就在这个乌克兰的战场上面 现在俄罗斯的先锋部队 要进行试探的时候 对 竟然出现一个非常诡异的状况 全部被歼灭 对 没错 因为5月9号是这个胜利日 那胜利日的时候 普丁就下军令说 我们在这个胜利日之前 在这个 这个巴赫木特前面不远的 一个小镇 叫查西夫亚尔这个地方 他说我们要拿下这个小镇 拿下这个小镇 保姊 他还投入了约莫 8万名的这个士兵 那其中 2万5千名已经现在前线作战 就没有他在前线作战 还有5万5千人在后面 但是这个遇到 你看这个红色的 就是所谓俄罗斯的部队 蓝色就是乌克兰的部队 他们在这边短兵相截 短兵相截的时候 你就没想到 你看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画面 他们很多坦克车 组成的这个部队 没多久就完全被这个扑面 被杀掉了 被杀掉 各式各样的尖射武器 无人机的武器 不断的攻击你 那甚至你看 在很多地方来说话 乌克兰的这个俄罗斯军队 进去的时候 马上就被乌克兰给干掉 我有无人机 你这些坦克部队 都变成我囊中之位 事实上这几天的时候 乌克兰公布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是什么呢 你看这个是无人机上空之后 马上你看我们圈起来 它这边有非常多 他们找到非常多 你看这有很多的 这个武装的这个车 然后另外还有非常多士兵 在这个地方 这非常好的SAM400耶 对 没错 他们是怎么样呢 他们还把它标出来 你看他们标出 这里面有50个 然后这边有66个士兵 他们把它标出来 多少人 好了 准备了 后来你看到没多久 炸弹就来了 飞弹来的时候 就把他们完全殲灭 那这是全没了 对 这是在卢甘斯克这个地方 他们找到一个 他们因为长时间的 这个制空无人机在这上面 抓到一个他们在这边训练营 那训练营 有大概约莫100多名的士兵 然后有非常多的防空武器 对 我就这时候 我就用这个绝命的武器 我们就讲嘛 ATACMS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战术导 找你战术飞弹就来了 来了之后呢 还有直接 就直接把他们完全殲灭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ATACMS呢 之前普丁会是说 你敢让他送给乌克兰的话 你绝对是跟俄罗斯宣战 但他现在真的来了 所以那大杀刀 果然在第一次就派上用场 殲灭了100多人的这个兵团 那为什么普丁会忌惮这个ATACMS呢 主要原因是这样 因为过去在海马是 就是了不起就是80到100 你没办法打到我 但是ATACMS呢 保洁他可以是300公里啊 所以300公里来说 你看对普丁就形成一个非常大压力 你看 如果以这个地方来攻击的话 你看他可以涵盖 300公里可以涵盖 这个克里米亚 所以他之前就说 你这个是用来打克里米亚的吗 这个当时俄罗斯就要警告 而且他可以涵盖俄罗斯 非常多的领土 但他现在照样已经来了 所以告诉你他ATACMS 已经来了对不对 那这个比较厉害是什么呢 这一次干掉这个所谓116个人的军团是说什么 因为这个 他是可以换成不同的这个战术飞弹 对 然后用海马斯的发射系统发射出去的 你说他的弹头可以改变 对 那他这一次是在里面中什么 M39的这个导弹 他用所谓的 极速弹 内部转有所谓的 你看这非常多的这个子弹要在这个地方 然后一次可以涵盖 半径大概100米的这个范围 然后涵盖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 就是用4颗飞弹 所以他前面装的都是极速弹 对 也难怪说你中间的116个人 你不管战区在哪里 我在空中爆炸的时候 对 没有一个跑得了 4枚过去 1枚亚弹 3枚就直接把你完全干掉 所以你看这个对 这个普丁来讲当然形成巨大压力 为什么 他1枚里面有950个子弹药 对 所以拜登也下很糟了 当然下很糟 现在双方都已经要下来 拜登他也知道 这610亿的 如果拜登假设他没有连任的话 这就是他认内可能最后一笔 给乌克兰的这个援助 未来拜这个 这个所谓这个川普可能没有 那欧洲也知道 所以他们现在就要赌这个 最后的时间点 一定要让这个 这个所谓的 俄乌战场出现一个 逆转的这个局面 而且之前谈到就是 乌克兰的兵员缺少 可是没有想到现在传出的消息 是连俄罗斯兵员也缺少 兵员缺少 我们之前就讲过 他现在把很多监狱的犯人 丢到了前线 而这个犯人多恐怖 他说有几个人 杀人犯 食人魔 竟然都在同一个部队里面 对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乌克兰 俄罗斯已经准备了50万人 对 50万人他们怎么准备呢 你可以看 这是他们最近释出的一个画面 这是什么 俄罗斯对这个 所谓他们的士兵说什么 你们都会死的 但是母亲俄罗斯 不会忘记你们的 你们坟墓将会被送上鲜花 你看 我才要出征 对 就跟这些要出征的讲 你们都会死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上战 真的对他们压力很大 这是法国的外交部长说的 他说什么 从俄乌战场爆发到这个时候 俄罗斯在俄罗斯 乌克兰战场损失50万名的士兵 其中有15万人已经伤亡 而且他说逃兵的人数大概2万多人 都逃兵了 不想作战 不想作战的逃兵的人数 所以是15万人死亡 对 总共有50万人失去战力了 对 那你看 事实上在俄罗斯境内来说 很多公墓呢 目前为止都大幅的这个扩建 也就是说非常多人可能就一样过世 而且那最夸张的是什么呢 现在呢 因为逃兵太多 所以他们现在什么食人魔 就是你看俄罗斯有很多犯罪的 还有什么肢解魔 现在都上战场 而且这两个人还变成了好朋友 因为这是他们在网路上拍的这个照片 他们两个都是犯非常多罪了 就没想到两个现在在前线上面作战 好 那我们就讲 这让为什么这次法国是铁了吸掉这个支持 因为法国马克宏或是欧洲都说 一旦俄罗斯乌克兰输的话 下一个他们可能会入侵这个欧洲的其他国家 所以你看 现在你看法国已经说法国送了什么 部队到这个地方 你看为什么我们说真的 你看这就是他们的 Flex的这个徽章嘛 他们已经到哪里 他们已经到这个前线这个地方来作战 法国佣兵进去了 对 盾内斯科这个地方 然后他就说我们最终可能会派遣 大概1500名 现在已经有100名抵达前线 所以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法国也是真的要出兵了 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 整个俄乌战场的夏季决战 恐怕真的会决定这一次的 俄乌战的最后的这个结果 好 瑞德 我们看到之前在俄乌战场上面 乌克兰感觉上是处于一个挨打的地步 这个挨打地步代表说 他们没有弹药了 他们空有炮管 没有弹药 所以只能挨打 现在弹药进去之后 形势开始反转了 对 没错 那611亿美元呢 那美国要交给他什么东西 现在所知道的是 美国英国拼命在生产一个东西 叫155榴弹炮 155榴弹炮美国已经交了200多万发以上了 当时还跟以色列挪了30万发嘛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都已经忘记M拐拐拐了 对不对 M拐拐的相关的这个设备呢 需要155公里的榴弹炮啊 这不断 源源不断的从美国 从这个等于说欧洲呢 运进去乌克兰 现在正在运 那除此之外呢 也包括这些所谓的反坦克的武器啊 全世界所有的反坦克武器呢 这一次在俄乌大战里面 全部在乌克兰战场上面用上了 对 来自于包括法国 包括这个荷兰 包括英国 包括美国这些 包括我们常常知道的标枪飞弹 这些全部都在这个战场里面呢 让我们第一次看到 他们可以用反坦克武器 把俄罗斯的直升机给打下来 然后还有次增飞弹 美国的次增飞弹也在这一批里面啊 也是源源不断的运进去 次增飞弹是打直升机的 打飞行物的 他们竟然可以拿来 乌克兰的这个阿兵哥拿来 打他们的俄罗斯坦克啊 所以让我们见识到说 原来这些武器可以这样用 原来那么包括海马斯火箭弹 那么海马斯火箭弹呢 原源不断的又运进去了以后呢 也包括刚刚师聪所讲的 那么美国陆军的这个战术飞弹呢 这也是本来不愿意给 300公里先都给了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吗 因为你从北韩 还有包括从那个 那个伊朗来了那么多的武器嘛 你让美国跟那个北约 他们找到借口了啊 因为你现在不对等嘛 不对等以后 我就提供 本来不愿意提供 提供他300公里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陆军战术飞弹了以后呢 对俄罗斯当然是很大的伤害 但问题是普丁扬言说要做这个什么 盒子的这个演习了干嘛 他真的敢丢吗 他不敢吗 他丢了以后他会怎样 我问你他丢了以后 他就丢一枚了以后呢 切切切 马上经济制裁 碰的 那不是不是像两年前那个经济制裁的 不一样 如果他真的敢丢的话呢 不是开玩笑的 那整个经济制裁全部都切掉 连老公都保不住他 那么除此之外呢 事实上也包括刚刚讲的 防空系统 因为现在包括爱国者飞弹 德伦斯基乌克兰的总统 已经开口了 要7套 要7套爱国者飞弹 爱国者飞弹进去了以后呢 也包括 那么刚刚讲除了这个等于说 这个 赛程飞弹这些飞弹之外 英国也宣布他的硫磺石飞弹呢 全部加到一千三百别 也远远不断的给他们 好 董事长 刚才讲的是 这个ACMS居然可以攻三百公里以外 而且攻三百里以外 更可怕的是 他居然针对俄罗斯的一个军团 那这个军团 116个人居然全部被见面 而这个军团在保护上面 外面有他的上司板 完全挡不住 他这个叫做陆军战术导弹 其实他基本上就是一个 原来是炸弹的概念 然后装了翅膀 变成一个滑翔器 飞行器 就是这个简单概念 所以他的这个爆破力 他的装弹量 他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作弹步 特别特别大 那这个ATMS 现在发展了新的型号出来 所以我上次有提到的 就是美飞演习当中 瞄准了第一岛链的东南地区 包括台湾地区 对 整个的巴士海峡 就是在这个有PRSM 那个比ATMS更新的一个等级 刚才讲 虎提已经无法忍受ATMS 已经讲了 如果你把ATMS放到乌克兰战场 你等同向俄罗斯宣战 而且也证实了说 我最强的精英部队在你一瞬间 四枚里面 一枚亚弹 三枚爆破 竟然全部被歼灭 这已经够恐怖了 可是他的进化版 已经放到菲律宾了 已经放到巴士海峡了 他不知道放到菲律宾 他在演习的时候 他到了这个 到了菲律宾的小岛上面 因为你知道滨海作战 滨海作战是什么概念 打带跑 1113洞 带着这个 这个哈马斯去了 去了然后试射 射完马上飞机就走 所以这是战术上的停留 可是我觉得这次 乌克兰的领导 得到的武器里面 最重要的还是F16战机 因为F16战机 可以在这个 在这个制空权上面 他们现在在乌东地区 会解决败退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装甲车的量非常的大 你要从空中来毁灭 因为他装甲车部队的话 效果比较好 对 因为你掌握空优的话 很容易一片就少过去了 那轰炸的面积会非常大 对 就像波湾战争一样 他有一个死亡公路 就是用A10攻击机全部打掉的 所以说他要靠空军 靠F16的轰炸的力量 能够毁灭他俄军的这种大量的 坦克部队 目前面临到就是过保核攻击 所以F16到底能不能够改变这个战局 不知道 但是陆陆续续的都已经开始完成战备 而且到了这个到第一线 但是我觉得目前的发展有几个 从这个战略跟政治上来考虑化 比较可怕的几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什么东西 因为补丁这次又再度提出 要使用战术性核武 对 因为他的压力来了嘛 所以就再度提出 那为什么他前段时间不提 那我今天看到一个说 这个习近平到法国 他跟这个马克龙 还有这个彭德莱恩 有一个三个人的会议 三个人会议 三个人会议之后呢 那彭德莱恩单独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我把他访问全部看完 他很简短的讲了 他其中讲到一个 我们还非常感谢习近平 当时劝告普丁不要用核武 结果在这个开会 在法国开会 刚刚肯定习近平 对这个和平跟核武 压制核武的贡献的时候 普丁说我要用核武了 老子要拿核武打你 这被一个很讽刺的一个笑话 所以这一次 你看到最近他是 习近平今天去访问欧洲 最重要的就是去法国 其他两个就是塞尔维亚 跟匈牙利那不重要 本来就是比较亲中的国家 所以这一次 是跟马赫隆碰面的目的 他当然希望借了马赫隆的碰面 然后打开一个破口 然后让他的这个中法关系 他号称六十年的情谊 对 能够有一个大的发展 结果没有想到马赫隆 找了冯德莱恩去 冯德莱恩的态度很清楚 鹰派 鹰派了嘛 还有再加上前面 冯德莱恩是德国以前的国防部长 对 那他那是 那萧芝呢 在几个礼拜前 带了一大堆人跑到北京去对不对 看起来做生意是不是 但是萧芝有非常明确的告诉他 在这个俄乌战争上 德国的立场 有过站对边 绝对积极参战 德国现在是第二大支援国 第一大是美国 第二大支援国 所以第三大是谁 就是英国跟法国 那法国你今天提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的法国的外籍兵团 已经派进去了 他是真的干了嘛 外籍兵团一进去打的话 换言之讲就是 欧陆有可能 参战了 地面部队打 那地面部队打的 打法会不一样 因为我怎么可能 光派我的地面部队让你打呢 所以他一定会有其他的海空军 或其他的兵种会去介入嘛 至于说用什么形式呢 你不管你啦 所以换言之讲 欧洲的国家 已经有体会到一个现实 这个是什么现实呢 就是十一月份 川普如果获胜的话怎么办 这换言之后 因为目前主要的援助国是美国 那这块整个会不见了嘛 这块整个不见的情况之下 那要靠欧洲自己的战力 来打完这个战争 那他们已经非常坚信 说如果乌克兰打败的话 下面几个国家 中东的国家 全部会一一被吞噬掉 对 那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德国跟法国通通不能接受 我觉得马克宏本身 他有一个更大的企图 因为曾经法国是统一世界 提前统一欧洲的一个大国 拿破仑时代 他们想要恢复法国的荣光 所以马克宏这次是积极的准备 想要参战 那参战同时外销他的军火 跟展现他的实力 因为他的外籍兵团 在全世界各地 部署在很多海外的属地嘛 但是很久没有打 这种大型的战争 他总共有十个兵团嘛 十个团的兵力 就是我们台湾的 大概我们以前过去讲的 陆装 我们陆军装兵 大概十个师的兵力 十个师的兵力 大概十万多人嘛 他准备大概一场嘛 如果这个大概一场下去的话 他罢国有可能变成欧洲的新的盟主 他们现在有欧洲本身想要独立的概念 尤其罢国想要独立外交 独立自主的概念 远强于其他国家包括德国 因为德国曾经是战败国嘛 所以现在欧洲的力量不断地兴起 也是因为这个中国跟这个俄国两边 不断地刺激的情况造成 所以是一个新的局面 那这个局面呢 美国会不会让这个战争的主导权 让欧洲主导去呢 不会 美国也不愿意啊 所以我也在想说 这个真的是川普愿意放到这一块吗 我觉得即使川普当选的话 他也不可能容许说欧洲本身 有更大的一个自主权 因为毕竟美国全世界唯一的霸权国家 是美国 他维持这个地位 我们看到现在欧洲战场上面 两军交锋都想要争取战 现在看起来可能川普当选 川普当选就要逼着和谈 我要在和谈之前 创造有力的态势 可是他注意到说 你乌克兰现在怎么会有如神处 你现在的无人机 照讲你无人机的这个当量 应该很小 为什么你今天可以把一个火药库 把一个这个坦克车 一炸就完全摧毁了咧 我们知道无人机 他的装药量并不大 他本身的这个空间有限 但是呢 他造成这个俄罗斯军备的这个损伤啊 战损率非常的高 而且他的这个爆破啊 甚至还有些还可以产生二次的爆破 那表示说他的火药威力非常的强大 后来才发现 原来美军早在2022年 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呢 他就提供乌克兰军方 CL20 CL20是什么东西 有这么厉害吗 他其实就是在第四代的炸药 刚刚有讲到 美国这边有这个报导 就有提到说 乌克兰的天空已经染红了 就是指乌克兰他们的军方 装上CL20 不管是放到这个无人机 神风特工队无人机 你看他这样丢下来之后 他的这个炸药的这个威力非常激人 可以很轻易的就是 把他的这个俄罗斯的士兵 造成他很大的伤亡 对 还有他的战车啊 装甲车辆几乎都被全毁 然后还有包括俄罗斯7月4号 他的这个坦波夫火药厂 直接被他们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炸药 也是有CL20的炸药 攻击了之后你看到 直接几乎被直接这样子击中 这个就是坦波夫的火药厂 绝不可以被炸毁了 没错 还有俄罗斯在这个盾内斯克 他乌军去轰炸他的这个弹药库 以及顿河畔的这个 罗斯托夫的附近的石油码头 都是CL20的这个杰作 所以甚至有报导说提到 1200名的俄军 一天之内就被团灭了 你就知道那个CL20啦 如果说他每一个飞弹 每一个炸弹都装药在里面的话 那对俄军的杀伤力当然大啦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高度关注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们中科院今天突然讲 我们也做出了CL20 那我们的CL20可以放在熊二飞弹 熊三飞弹 我们也可以放在红准火箭弹上面 它的威力真的可以倍增吗 而且刚刚讲到的 现在这个东西刚刚讲的 已经等于说 已经是非常稳定又成熟了 CL20他的学名就是 六消机六弹砸一五之丸 这样的一个它的威力 在自从这个炸药的 从19世纪到20世纪 然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出来 到现在第四代的这个炸药 它已经是规模走向的是爆炸 是反应非常的快 然后威力非常的大 甚至有些 这个目标被炸到的时候 它会产生二支的爆破 这个名字这么复杂 所以 只有20 六消机六弹砸一五支万 所以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一些什么 像有些俗称旋风的这个 黑旋风的炸药 或者是黑锁金的这样的 都不一样 那因为它的爆炸威力 比它强大好几倍 而且它的反应比它快 就是炸药 尤其是武器 非常适合在这个飞弹 或者是反装甲武器上面 以前我们比如说 研发出来红准 它的成本只有十万块左右 那一套的红准呢 你要去对付中国最新的 这个994主战车的话 994主战车动辄上百万 那你要去摧毁它 你可能要动用好几枚 可是大家用一个概念想 CL20装在这上面的话 我只要一枚 就可以把它给击毁 一枚就可以把 占这个击毁 我不需要发射几十枚 或者十几二十枚 去浪费时间 浪费我的武器跟弹药 就可以击毁它 那所以我说 以小博大 是不是有点 乌克兰无人机 对付俄罗斯军备的概念 好的 这边 不然觉得非常困困 我们中科院之前 才被绩效说 我们做的无人机又龙又瞎 我们的中科院 这几年还说 我们要被这个所谓的 这个我们的政府 就盯着看 怎么突然做出这个东西 你说非常有趣是 之前传说 洛斯洛普要来台湾 投资一亿美元 他现在很多的美商 要来台湾生产火药 美商要来台湾生产火药 我们的CL20 就做出来了 洛斯洛普格鲁曼公司 是美国四大 包括波音雷神 还有我们常听到洛马 以前我们采访军事 经常听到四大军火商 那洛格公司呢 他最近在俄乌战场 这两年 他只有全球 只有两个地方 设办公司基地 一个是这个乌克兰旁边的波兰 因为他离乌克兰 他不能进乌克兰 另外一个 宝杰哥你知道吗 台湾台北 台北就在台北 就是我们台湾 你想想看 他不去新加坡 他也不去印度 新加坡跟印度 对军备的需求 还有这个每次下的订单市场 不会亚于台湾 甚至有些超过台湾 但是他偏偏来台湾 那本来他在韩国 日本就有办公室了 那这次来台湾 他当然希望说 借重台湾的技术跟人才 然后投资1亿美元在台湾 然后希望台湾打造成一个 也是国防供应链 就成为 诺格公司的供应链 而他们这样的一个 新的执行长 刚好也是台湾出身的 然后他也有概念 以前也带过我们驻美的 这个AIT 他的一个均负质采购团 他就想说把台湾的 这个结合起来 吊诡的是 诺格公司才说 来台湾投资1亿美元 要把台湾纳入 他的国防供应链 中科院其实在 这个之前10年前 我们就听说他一直在研究希尔20 10年没有进展 这两年 洛格公司来了 就说研发成功了 就已经有这个希尔20装药 我当然不能说 洛格公司是不是给他的一些 什么什么配方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消息 在乌克兰战争打响之后呢 美军也需要全国 全球各地有很多 可以作为他的武器 后勤的供应链 包括这个盖拉格 他也曾经来台湾访问 也要求说 台湾帮忙生产 这个155公里炮弹 所以加上希尔20 美国也希望我们生产 这个15公里炮弹 所以你不觉得说 一连串的巧合 让中科院在火药的这个装置上 还有研发上 进展也深述了 另外就是在俄乌战争上面 我觉得出现了一个 非常微妙的变化 在俄乌战争上面 过去打了两年四个月 都是俄罗斯主攻 乌克兰手 过去讲的所谓的绞肉机 都是俄罗斯用绞肉机 去伤害乌克兰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居然主客异位了 当美国现在开了绿灯 美国说现在美国的武器跟北约的武器 你可以打到俄罗斯境内的时候 你就发现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SAM300 SAM400被打掉 打掉了以后 眼音瞎了以后 无人机就长驱直入 它的ATSM也是长驱直入之后 你就发现 他们现在很多的炼油厂 很多的兵工厂都被炸掉 炸掉更可怕的是 这两天又有数百架的无人机 进入无人之际 进到俄罗斯去打哪里 去打他们的军机场 现在变成 现在变成俄罗斯在守 现在乌克兰在攻 那你就只有这样 还没有 在沃夫昌斯克这个地方 被形容的是小肉机 小肉机是什么 小肉机是乌克兰开始进攻 小谁的肉 小俄罗斯的肉 没错 如同宝杰说的 从这个俄罗斯主攻 乌克兰防守 现在有点异味过来 为什么异味过来 美国开始开绿灯 然后给他越来越多武器之后 你就可以打俄罗斯的anywhere 那就打了嘛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大很多的无人机 甚至乌克兰前几天 还动用一百多架无人机 去攻击俄罗斯 一次一百多架 很多个目标 所以我们之前看到 他去炸他的另油厂 炸他所谓的某些基地 都是塞五架 这一次一口气 动用了上百架 对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 这个画面在坦波夫这个地方 他是大型的油库炸掉了一个状况 甚至在很多机场里面 也出现爆炸的状况 甚至包括说在亚述 这个地方 其实还蛮靠近前线的 也是都被炸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画面是 俄罗斯境内的钢铁厂 或者说他们的工厂 列油厂 一个一个被断掉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等于是很多 你看这个破口 就是无人机撞进去的破口 你看这么大的破口 直接撞进去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俄罗斯真的已经被搞到 他们无法忍受 所以俄罗斯前几天 他们还出动 你看这是俄罗斯军方说 我们也有 我们出动非常多的这个飞机 还有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无人机 还有飞弹过去 但是宝杰 你看我们就说 目前为止 乌克兰的无人机 都能够打到他的目标 但是俄罗斯的无人机过去 大部分被拦截下来 27架无人机 27架都被拦了 我可能拦不住你 但是我都把无人机拦下来 所以等于是说 现在如果再打下去的话 搞不好真的F16又来了 或是更多武器来的时候 可能这个战局来说的话 对乌克兰会略略占上风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想说 现在美国跟乌克兰 等于是北约联军 他们是有步骤有计划的 一开始我开放的时候是 先炸你的SAM300 SAM400把你的防空炸掉 防空炸掉 就代表演技下来 演技下来 你根本不知道我怎么进来 所以刚刚讲的 我的无人机才可以如入人之地 一开始我炸你的油库 炸你这个所谓的除油槽 炸你的设施 可是后面恐怖的是什么 后面今天开始的 这个已经炸到你的设施 炸你的军事上 还有更夸张的是什么 你的坦克啦 你的单兵啦 你的所有的侦察机的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基地啦 我都是一个一个锁定了 对没错 你看这些画面 其实都是无人机来攻击的 这个画面 他们有譬如说 自杀无人机啦 或是比较中眼层的无人机啊 用这样来攻击你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这些无人机的攻击来说 已经形成对俄罗斯相当大的压力 那其实俄罗斯最大的压力 在什么地方 在沃夫昌斯克 我们说嘛 最近一段时间 乌夫昌斯克不是变成是俄罗斯跟乌克兰 两个基站的这个重点吗 有没有我们仔细来看喔 现在乌夫昌斯克 他已经基本上 不叫做一个城市了 你看满地都是什么 建筑的残骸 满地都是这个样子 炸烂了 对炸烂 然后你进去里面来说话 你都看到说枪支的这个残骸啦 或者说坦克的这个残骸啦 甚至有非常多的这个尸体 都在那个地方 那谁炸的 那是谁炸 那主要就是乌克兰炸你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前一阵子来说啊 他们乌克兰 他们打到前线 保险你知道他们前线 打到什么样吗 俄罗斯的军官已经跟他们说 我们的坦克很贵 人命都还没那么值钱 所以他们在前线 他们是肉身上去 他们等于是没有装甲车 也没有坦克车 他们就用步兵 来跟乌克兰的装甲车 战斗车 还有无人机在对抗 你说在没有防护的状况下 进行战斗 所以他们就很惨啊 你看他们就说什么 我们这个乌夫昌斯克 已经变成是步兵的杀战场 大部分的死伤都是由俄罗斯人造 就俄罗斯人死了 那俄罗斯人只使用步兵 没有装甲车 保险在那个前线上面 无人机在上空飞 然后离人的炮火坦克在那个地方 装甲车在那个地方 结果我是用步枪 所以当然打不赢嘛 那说到底就是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防空武器 没有任何的武器 在那边做防范的时候 无人机还有包括地面上的武器 是如入无人之际进去蹂躪 若夫昌斯克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讲说现在乌克兰居然 已经接受到40种不同的火炮武器 而且有10个是在2014年初 最近才进来的 那刚刚讲的 这些已经让俄罗斯造成其大压力了 对 所以这些武器都进来的话 你看一定对俄罗斯造成更大的杀伤力嘛 好 那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若夫昌斯克之前 不是就包围了一个小的这个建材厂吗 那后来不是你看 他们因为攻击到不行的时候 他们完全都是出来投降 那这个画面会越来越多出现 但是对俄罗斯压力更大是什么地方 他们现在似乎是把全国的武力 慢慢的往这个前线调过去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在芬兰 这是靠近芬兰的一个基地 这是之前 之前你可以想 这边都还有一些装备 有没有 现在这些装备全部都没了 没了 又调到前线去了 另外这个也是一样 这里面来说我们仔细看 这边有非常多的车辆装备 现在也没了 这个这是其他的军事基地 另外一个这个地方你看 这个地方来说过去有一些装备 现在也没了 很多边境他都把这个军队撤走了 然后物资撤走了 撤到哪里去 当然要为了乌克兰而战 所以显现打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普丁他说要去拜访 这个北韩 为什么要去拜访越南 但境原觉了 应该是他处于一个非常尴尬 好像物资不够的局面 好 现在全世界都在注意说 现在F16什么时候进到这个战场 而且没有想到美国是说 我给你开绿灯 你现在美国的武器 和北约的武器 你可以打到俄罗斯的境内 现在不是讲吗 他现在帮你给了你116架的F16 F16他居然把你的飞行员都准备好了 对吧 原本俄罗斯 他已经战况非常的惨烈 就没想到现在雪上加重 为什么 就是当F16准备要进入到 乌尔战争战场的时候 这是俄罗斯现在最大的一个恐惧 但原本他们的恐惧 还可以轻微一点 因为乌克兰可能会找不到飞行员 毕竟一个F16的飞官 你哪有说说找就找得 24架 你随便轻车留步一年的训练吗 之前前一段消息 乌克兰只训练了20个飞行员 20个飞行员怎么够啊 根本不够吧 结果没关系 因为我们送你飞机 连飞行员都送给你 他们的计划哪来 他们现在讲不会嘛 因为全世界总有多少人 高达1万人其实会开F16 那我们就从这种退役的军官里面 开始大量的募集 大量去找 那当然啊 如果我们就用高额的奖金 高额的这种报酬 吸引他们来当佣兵嘛 所以他们就没关系 你找不到人 我们来帮你找 用这种退休人员的方式 希望能够把他们 重新引进来 加入这个乌尔战争战场 你知道俄罗斯下风 下到什么程度吗 俄罗斯直接说 没关系我们寄出 更高额的奖金 只要你不帮他开飞机 只要不帮他打仗 我给你100万美元 而且 我还让你更好的时候 变成俄罗斯公民 不是要当俄罗斯公民啊 我就100万美元可以啦 但俄罗斯公民先不要好不好 这个条件我太高了 每一次都有事了 对吧 所以你知道俄罗斯现在害怕到什么程度 但是不只是这样 因为F16即便说他要侵入到整个俄罗斯的境内 甚至他的战场之内 美国得要先做一件事情 乌克兰得要先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扫除战场 我们要先把战场给清扫干净嘛 所以他们做了什么 开始大量的用无人机去轰炸 包括他们讲的 萨姆300 萨姆400就这么来了 萨姆400 甚至现在更可怕到什么地步 美国直接开绿灯说 好 我们之前是不是讲说 哈克布这个地方呢 可以开放使用美式武器 现在的更扩大 不管是比尔哥罗德 甚至是连乌克兰他们讲 蘇美这个整个以侠 往内推所有俄罗斯 就你看到整个红去的地方 我都允许你 可以使用陆军战术导弹气球 就是我们讲的 攻击 所以他们讲第一这个范围是什么 过去的甚至是两倍之打 再第二件事情 俄罗斯已经体无完复了 因为以前他们打哈克布打一打打不过 我就躲回去我俄罗斯境内 你也拿我没辙 结果现在全方位轰炸的状态下 各位你知道 惨到什么程度吗 惨到什么程度 萨姆300 萨姆400 是不是都快打光了 打了十几台了吧 结果你知道俄罗斯现在说 好我们真的没有萨姆300 从北极圈掉 从千岛群岛掉 对对对 拔射几千公里之后 我们总不能没有防空射 你从远东地区掉过来 远东地区是从北极圈 把这萨姆300 400拿过来 因为我如果没有萨姆300 虽然他真的没什么用 那我整个F16来 辱入无人之境 我们根本挡都挡不住 甚至现在更可怕的是什么 德国为了帮这个 我们讲乌恶战场上 他甚至研发的一个叫做 蓝金属的这个 我们讲无人自杀 无人机 各位 他的连续发射系统 各位 那你现在看到这整个货柜 你知道他可以摆多少吗 他可以摆126台无人机 而且他们不会用无人去形容 因为你仔细看 他的飞 他的形状 其实就像飞弹 所以他其实就是一种制空弹药 而这种制空弹药可怕在哪里 在于说他对于进程 所有目标的锁定 甚至在打击 他具有这种毁灭性的破坏 因为他有两种 一个就是我可以打人 一个是我可以打双甲 但你说这个是进攻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彻底去摧毁 相关敌机的部分 但他还有什么 防守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也因应了 如果说你有所谓的无人机来进办 莱恩金属呢 他特别研发了一个叫做 无人机防空系统 因为大家知道 以前我们透过这种 35公里的这种炮药 当然的确可以打到一个目标 但无人机他的特性 在于说他灵活 所以死角特别多 他特别就是用这种 我们讲专门防伴无人机的系统 等于是我进攻可以 但是你休想打到我 所以你就知道 他现在进可攻 退可守 反而是俄罗斯落入一个处境式 完全弹尽良绝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